这个玫瑰唇露呢 它的原料其实是来自于保佳丽雅 如果你今天是油性皮肤的人 你可以直接用这个当化妆水 如果你是干性皮肤的人 你用这个当化妆水之后 后面还要再加一道 你自己保湿的化妆水是比较好的 它这个玫瑰水跟市面上一般玫瑰水不一样 玫瑰水我实在是用过太多了 有的玫瑰水你闻起来就整个就是酸的 完全没有玫瑰的香味 我以前也不懂为什么 后来我拿到这一个玫瑰水之后 我听到这个原厂他们在讲说 这个玫瑰水为什么特别好 我才知道为什么以前原来是酸的 原来呢玫瑰水里面它就是有包含 玫瑰精油跟没有玫瑰精油的 因为玫瑰精油是非常珍贵的一种物质 是因为它效果很好 所以它们都加在那个很贵的保养品里面 也就是因为效果好 同时也就可以卖到高价嘛 对不对 所以当我在萃取这个玫瑰各种产品的时候 尤其是这个玫瑰唇露 如果里面有玫瑰精油 它就会把那个玫瑰精油再抽出来 当做是玫瑰精油来卖 因为它那个价格非常好 真正的玫瑰精油 1ml就要2200 1ml玫瑰精油要2200 所以很多人在制作纯露的过程里面 它会把纯露里面的精油 玫瑰精油再抽出来 所以你闻到那种纯露的味道 它就会酸酸的 你就觉得 这是玫瑰吗 怎么那么酸 但是这一个 因为它没有把这个珍贵的玫瑰精油再抽出来 所以当你在用这个的时候呢 用我们家的这个保加利亚的玫瑰水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味道非常非常的香 就好像那个玫瑰花就在你面前 它可以帮助后续的保养品的吸收 才不会浪费你后续的保养品 我再测试一个Chanel的一个霜 那一个霜也是非常好 人家那个一罐霜是6000多块 只要涂一点点就可以去睡觉了 我涂了四五层 涂到最后我整个脸非常非常的油 那个油都快要滴到我的眼睛里面了 它已经完全吸不进去了 怎么办 我觉得如果把它吸掉 我觉得太可惜了 它是这么贵的产品 我就直接拿玫瑰唇露 再往我的脸上喷 把我的脸再活化一次 诶 它又下去一点了 这个就是我觉得玫瑰唇露 它非常神奇的地方 它除了当做脸的这个化妆水以外 它还可以当做头皮的保养 而且因为它这里面含有玫瑰精油 所以我是会特别去喷 我有长白头发的地方 或者是比较容易掉头发的地方 我都会喷 补及养分 对 给它一些养分 因为这里面有玫瑰精油嘛 玫瑰的养分有400多种 这一罐基本上它是没有任何肤质的限制 它没有任何肤质的限制 所以这瓶我也是 我个人也是相当喜欢 而且它真的吸收效果非常好 这个喷头是非常好 而且我这样喷好香哦 嗯 真的 你喷完之后就整个人都 啊 觉得很舒服